菜品如人品,做菜如做人 大家好,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香菜的经典下方菜 辣拔豆蒸辣牛肉 这个辣牛肉是刚刚已经蒸好 切好,然后泡了盐水 辣牛肉蒸了20分钟之后 我们把它切成稍微厚一点的薄片 然后放入30度的温盐水里面 浸泡 两个小时左右 让这个盐分比较正的辣牛肉 让它吐点盐分出来 这也是一种化学原理 我所用的这一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在之前的很多视频当中 比如说这种风干鸡,风吹鹅,辣鸭,辣鸡之类 我用这个温盐水去泡这些 比较咸的辣味 很多粉丝网友都是有怀疑 说为什么这么咸的东西 还要去用盐水去泡 所以说大家不必担心 后续大家如果是做这些菜的时候 提前把这些辣制品把它切好片 或者是砍成块 把它用盐水浸泡2-3个小时 它里面的一个盐分是可以吐出来一部分的 后续我们在做这个菜的时候 它的一个味道我们才好可以去拿捏得住 如果我们不把盐水让它吐出来一点 它这个菜你后续是很难去调味的 你任何调味料都不可以放 所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这里是准备的一个喇叭豆 在这个喇叭豆里面 这个品牌是算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豆香葱的也算不错 还准备了几粒这个泡发的豆子 和一个非常香和辣的辣椒粉 以及生姜一小块和小葱一根 下面呢把这个需要切的料把它准备一下 冰姜我们把它切成末 小葱我们把它切成葱花 待会点缀使用 这道喇叭豆蒸烂牛肉 是一道非常简单的蒸菜 在湖南香菜里面 很多蒸菜都是不需要很高的手艺的 零厨艺我们这些菜都做得好 但是有一些小的技巧 只要我们掌握了 像今天这道菜就是 把这个烂牛肉的盐分把它处理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准备烹饪 我们做锅放水 把这个辣牛肉简单的焯一下 我们把这个辣把豆直接倒在这个碗里面垫底 然后把这个辣牛肉盖在这个上面 接着我们放入这个辣椒粉 放入少许的姜末 和这个泡发的豆豉 下面我们先把味调了 来一勺味精 盐我们可以不用放了 因为这个辣把豆都是一个成品 和这个辣牛肉也是有盐味的 以及来少许的这个酱油水 然后我们放入高压锅 上汽压8分钟 现在这个辣把豆子烂牛肉蒸好了 我们少点葱花点缀一下 看着这个色泽 尤其是这个油脂 在香菜里面 尤其是在牛羊蒸菜系列里面 油脂是这些菜的一个精髓 吃牛羊蒸菜吃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它拌一下 然后我们再用勺子去舀 或者用筷子夹 尤其是这里面的一个油脂 特别的下饭 刚才我吃的牛肉 牛肉第一个它不咸 然后它也有嚼劲 然后嚼起来越嚼越香 这个辣把豆也真烂了 非常的下饭 这道菜需要注意的要点 就是油脂要多 在我们所有的蒸菜系列里面 油要多 然后是所用到的一个油 我们的一个茶油 如果有茶油 就用茶油 没有茶油用菜油 如果是蒸 我们素菜之类的蒸菜 我们尽量是用猪油去蒸 素菜用荤油 荤菜用素油蒸 我们这个蒸菜蒸出来 它才会好吃 这就是一个精髓 所以说最后 大家如果喜欢吃香菜 或者做香菜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 我会带你了解更多的香菜文化和历史 如果是这道菜做的还不怎么完整的 大家有建议的 一定要记得帮忙指正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朋友们 这个辣把豆蒸辣牛肉 一蒸了下饭 其实这里面这个辣把豆 比里面的一个辣牛肉还要好吃 已经放在高油锅里面 隔水蒸了八分钟 它已经完全都蒸软了 软软糯糯的 然后再挖两勺这个油汁 拌饭就特别的香 大家看见这个辣牛肉 火候已经到位了 但是也没有碎 搅烂了却又不时嚼劲 特别的香 越嚼越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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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鸡肉